哈囉,大家好,我是Rui 最近很多人會在直播的時候問我這個問題 那就是今天的主題 究竟我對於最近官方提到的現金道具的改動有什麼看法呢? 那我直接從結論跟各位講好了 就是我覺得沒有太大的影響 以現階段來說啦 至少最近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呢? 大家要先知道一件事情 它限制現金道具的區域是指300等韓以上的地區 你們懂這個意思嗎? 那代表說呢 那個是很久之後才會發生的事情 連韓服都還沒有300等的地圖 那它後面雖然有提到說 如果入場等級的門檻降到300以下 那其實也不用緊張 因為它的意思呢還是指那個新地圖 也就是說呢 現在最遠到賽聯那邊的等級的地圖呢 都是沒有問題的好不好 所以呢 假設在這麼大一個range裡面 道具都還是可以使用的情況下呢 那我覺得啦 影響是不會到太大的 那還有一個問題呢 那還有一個問題呢 就是說呢 齁 不要講300等了 現在呢 就連 達到275等的玩家呢 說實在的也沒有到非常多 好不好 所以呢 所以呢 基本上這個改動真的 砍人憂天啊 真的是砍人憂天啊 太久之後的事情呢 假設真的要達到300等這個等級 大家要受到影響那個時候 都真的不知道幾年之後了 那個時候的瘋谷會變什麼樣子 你也是不太清楚的 究竟那時候還是不是靠打怪鏈等呢 說不定 欸 又多了一些新的方法 來去彌補這個問題嘛 是不是 那再來就是說 那些打王的道具啊 我跟各位講啊 現在 你們的機體 能夠打老黑的究竟有多少 我就問你們這句話 不要講賽聯喔 連打老黑 能達到打老黑門檻的機體的玩家呢 都不是那麼多了 何況是 300等之後的王 你們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呢 真的不需要擔心好不好 除非 你已經 把賽聯都打爛掉了 是嗎 才有可能會遇到這種問題嘛 說是不是 而且 我再跟各位講一次 他說 之後 等級下調是指說 新地圖的 門檻從300等 往下調 是這個意思 不是說 限制等級下調 你們懂嗎 所以呢 現在出的地圖 都是不會被影響到的 好不好 他上面很金屬是寫說 日後 被調降 入場等級 門檻到300以下的話 那麼 該地圖 會依舊維持限制使用 各位有聽到了嗎 有看到了嗎 他是指該地圖 好不好 所以真的不用擔心啦 我們現在的圖 現在的圖 乃至到270 就是6月底會開那些新地圖 都是沒有影響的 好不好 所以真的不需要太緊張 真的 你們要達到300等 真的是不知道要幾年之後的事情 好不好 真的 大家真的不用擔心 所以我對於這次的改動 沒有什麼太多的看法 不如說我很意外 你們知道嗎 韓服 居然 到了現在才做出這麼 一個改動 才要求我們台服做這個改動 也是 滿意外的啦 所以 唯一的想法就是 只有意外好不好 沒有太多的想法 但是真的 也不用覺得影響到太多啦 我真的老實講啊 能達到沙拜等的玩家 真的不多啦 好不好 真的不多 好不好 那 再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一切都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好不好 那 也歡迎大家在底下的留言區 跟我一起來做討論 但是好不好 記住我們理性討論 OK 好不好 那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價錢的問題 大家會覺得說 這些裝備價錢會不會受影響 我覺得是還好 因為呢 裝備 之所以為什麼會有價錢 那就是因為有需要他的人吧 那在這個 客群主要呢 基本上都沒有達到275這個等級的情況下 我覺得價錢是不會有太多的變動啦 因為 嘖 怎麼說呢 呃 這個 需要這些道具的玩家呢 普遍 好不好 等級都沒有到那麼高 所以呢 大家還是需要這些裝備 來去應付我們這個 前面的地圖嘛 還有奧數之河的王啊 以及 老黑甚至是賽聯 是不是 這些東西都還用得到 所以呢 我覺得價錢也不會到 太大的影響啦 好嗎 所以各位真的 莫荒 莫吉莫愛盤好不好 真的沒事啦 那我們就之後 再看我們橘子 跟韓服原廠那邊 還會再做什麼溝通或協調 或甚至 會有再有什麼感動 我們就之後再說嘛好不好 那以目前 就以官方公布的這一個消息來看的話 我真的覺得是沒有太大影響 好不好 好啦 那今天影片大概就到這邊啦 那 喜歡的朋友呢 可以幫我點個訂閱 或是分享都可以 可以幫我影片點個讚 感謝你們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大家掰掰 掰掰